民主进步党南投仁岸乡原住民联络站 12月21号在务设正式接牌 民进党在仁岸乡成立联络站 希望能够持续生根原住民部落 让在地原住民族人对民族进步党有更多的认识 民进党一直被认为是不受原住民欢迎的政党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贴近 或者是说我们在更远的地方没有人 所以借着这样的联络站的成立 我们希望有更多族人能够知道民进党在第一时间都能够来帮助 推行我们的理念 让他们都能够了解我们民进党的这个任务 就是要对这些我们弱势以及被忽略的这一群 做更深层的服务 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在这个工作上 平常的工作上所要做的任务 而任爱强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泛蓝的铁票区 过去认同民进党的族人 大多只能够私底下表达自己的观点 参与政治的运作 透过正式的组织运作 要让族人有更多元的政治选择 此外21号下午同时也在苗栗南庄乡东河村成立联络站 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连同花莲秀林乡 以及高雄南马亚地区 要完成总共有22个元乡联络站的目标 记载到南土仁爱采访报道